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好 我叫曾姐 我今年51歲 我是湖南人 在深圳認識我老公 我在深圳打工 認識我老公 之後嫁給他 就來到香港 初初來到香港 就不需要香港的生活 來到香港是這樣的生活 壓力又大 住的地方田徑又差 跟鄉下沒得比 香港大大間屋住 香港不同 真的很大壓力 還有什麼辦 買股票 給人家買股票 輸了我神父身家 我年輕時 我十八歲在湖南 開了一間餐廳 小小間藥是賣粉麵的 那時生意很好 做了十年之後 就覺得很悶 想做一下自己的生意 想創下熱 然後開了一間珍姐麵館 初初第一個月 生意又沒那麼好 很緊張 很擔心 第一個月虧 虧了幾萬元 第二個月又好很多 加上有很多圍圖客 讚你 珍姐你的菜很美味 很開心 滿足感 知道嗎 賺不賺錢都不要緊 自己又很開心 真的 辛苦的 什麼都要親來親為 什麼都要生鮮 洗東西又要關鍵 所以一定要差不多 一天我要放在店裡 十幾個小時 十四五個小時 差不多 早上去吃買菜 晚上又炒菜 準備天天的菜 燜豬手 牛腩 有什麼辛苦 什麼都好 我都覺得是值得的 我老公對我很好 湖南菜做得好吃 最重要的是拿椒 選擇拿椒 最重要 又香又辣 我說拿椒是從湖南運過來的 找朋友幫我寄 寄來深圳 我就是找朋友送來香港的 我是在香港買不到的 我很喜歡煮食的 不要好苦 我要繼續努力 一定要做好它 的話 我們由北京想留學 你會這樣隨便 最可靠的 整理 也不要阿